277 香港經濟日報 月五百萬元帳戶三萬個消失了 2015年7月18日邀文A 026月下半月內地股市暴跌 股民狠受傷 數據顯示 6月份有近三萬個市借五百萬元人民幣 以上的帳戶消失 今年以來A股一路瘋狂上漲 但6月15日以來 大市開始出現大逆轉 戶指在北到一個月時間暴跌如百分之三十 兩市蒸發如二十四萬億元 股民損失慘重 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 在經歷了股市大跌後 大戶佔比下降 但散戶佔比上升 如九成將戶市借五十萬以下中國結算登記公司的數據顯示 截至六月末 市借五十萬元以下的帳戶有所增加 但市借五十萬元至五百萬元的帳戶 較五月末減少了二十一點三萬個 市借五百萬元以上的帳戶亦減少了二點九萬個 在個人投資者中 將戶市借在五十萬元以下的 中小投資者數量超過九成 達到百分之九十二點一 資產在五十萬至五百萬元中戶數量佔百分之七點五 資產在五百萬元以上大戶 佔百分之零點四 業內人市指出 在六月大跌中 小散戶只食意識薄弱 倉位變動軟比大戶緩慢 多二死 應對 所以佔比上升 而同時某些大戶則因市值嚴重縮水 所以比重呈現明顯下降狀態 上半年印花稅一千三百八十億新高 另外 按照中國證監會標準口徑統計 今年上半年 內地股票交易成交規模共計一百三十八萬億元 由此計算出上半年股票交易印花稅約達一千三百八十億元 創歷史最高水平 較去年同期的二百一十四億元大幅增長百分之五百四十五 目前 內地股票交易印花稅為單邊徵收 稅率是百分之零點一 今年上半年 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的稅收收入六萬六千五百零七億元 漠年增長百分之三點五 經過計算 股票交易印花稅緊佔全國稅收收 百分之二左右 修道交易塑故意 從以限成交易的高足與氏